2025年6月21号 我飞行了6997公里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今天是父亲节 突然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我叫Amy 与爸爸分开第15个小时 你呢 我叫刘真一 我叫Rody 我叫王罗罗 我叫Josua Kelly 谢博元 我叫团长 另外名字是卢克吧 Brandon 我叫高伟 应该有三个月 半年 四五个月吧 是有三个月多 半年都大半年吧 至少有六七年了 我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大概是不到四个月其实 其实我觉得他只要出差都会帮我带东西了 然后他就去西安帮我带那个兵马俑的那个一盒的那个雕像 就是望在宾馆了 然后他特地打电话去给那个宾馆前台 因为他已经掉了嘛 然后我说他算了 然后他还是让别人寄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那次觉得 哦 特别坚强 就是没有见过他裤子啊 没有见过他其实特别低落的时候 他肯定比我认真一些啊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在大班就是幼儿园的节夜市的时候 他给我出去买了早饭 然后买好了那一顿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从高中开时 其实因为是我老爸 就是希望我独立的生活 就是会叫我去打工啊 就是不会付生活费 就是那段时间是 一开始是受到比较多委屈的 嗯 然后十年以后他突然出现 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陌生人一样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不是很紧的 呃 如果 你想找一个人的话 你想尽一切的办法肯定可以找到这个人 但是我就觉得他那十年好像没有给我一定点的消息 连个电话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心思在那里 他可能因为我已经睡着了 然后把那个温度刚刚好 然后他又放回我脚底下 就不怕不怕我 但是那个时候 爸爸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支撑 他说爸爸支持你 就是你 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爸爸都会支持你 就是我每次在机场跟他们分别的时候 嗯 对着他们是笑脸 转过头来我的眼泪就 就挺不紧的流下来 嗯 就 我在想下一次再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嗯 嗯 我也没有办法去陪伴和照顾他们 嗯 嗯 就可能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 我就在问自己 我 我出国 对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决定做得对不对 嗯 这几年的话 可能因为 我自己的话比较自私 然后就很少花时间回去看你 这个感觉比较会久 嗯 嗯 可以每天早上一觉醒来就能见到你们 然后我们三个月每天一起吃饭 谢谢 今天 一起度过每一天 没分每一秒 想看看他 就是 自己小时候印象里他是蛮胖的 但是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好瘦 头发也白了 也会有些感慨吧 快出现在我面前一次吧 毕竟我已经差不多 所以就希望他们这个旅游是非常的开心 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就是一直给我打电话 就是有时间只有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打电话给你 就尽量不要不解 或者说再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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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